轰天雷技术分析提供80余种技术指标 均线最多可设定至10条 提供超过10年以上历史线图 可让投资人进行全方位参考 在报价画面或是走势图 按F8 可进入该股的技术分析画面 首先可按Shift加Insert 选择要显示几个技术指标 选择您所需的画面之后 例如选择单次图 选定后按下Enter键 即可变成四个技术分析指标 左方的K红底框 代表目前可设定的工作视窗 可用Tab键将红框切换至其他的工作视窗 以便继续进行其他操作 接下来可以利用滑鼠点选指标名称 或是直接按Insert键 会出现指标选取视窗 将游标移动到所需要的指标名称之后 按下Enter键 或是输入指标名称号方的代码 例如K 即代表可以切换成KD指标 您可利用此方式依序设定预查看的所有指标 如果想要查看其他的资料形态 例如想要查看五分档 请按Ctrl加F10 或是直接点选左上角的日线 即可出现资料形态选单 请选取所需要的资料形态 例如想要查看五分档 Enter后 即可切换到五分档 于K线指标按下Auto加F9 即可进入模拟K线的功能 于新增资料处按下Enter键后 即可开始设定预测的日期 以及开高低收资讯 例如我们要预测 2012年的12月21 收盘价为7595 开盘价为7646 最高为7646 最低价为7574 设定完成之后 按下Enter键 再按一次ESC 离开时 会出现确定是否储存的视窗 请按下Y 即可储存刚输入的资料 接下来请按Auto加P 并将游标移至模拟K线 开关上方 按下空白键 让前方选取红圈后 代表已选取该功能 按下空白键 左上角资料形态 显示的视窗 会变成红色 即代表模拟K线的功能 已开启 即可让您看到预测价位 所造成的各式图形变化 如果需要关闭此功能 请再按一次Auto加P 将模拟K线的开关 再点选空白键 让前方红圈取消即可 此开关还可设定显示反白 除全还原功能 以及显示结算架开关等 接下来我们可以按下F10 进入修改指标 参数提示框 右方为功能提示 与增加更多的均线 可按Page Down 或是按Page Up 减少均线 如果要修改数值 请移到所需要修改的位置后 直接输入您所需要的参数 例如想要改成10 例如想要改成10 以及20 修改颜色可使用左右方向键 选取所需要的颜色 选取所需要的颜色 按减号 可切换开高低收 任何一个价位 设定完成之后 按下Enter键 即可储存 设定完所需要使用的参数后 可于技术分析画面 使用空白键 选择显示参数 或者是参数值 此外 您可利用左上右下的斜线 来决定右方坐标轴 是否显示 接下来我们介绍如何绘制各式的线图 请将游标移至所需要的画线位置之后 并利用英文的O 选择要画的是高点或是低点 再按下键盘上的右夸号 即可出现画线作业选单 选取所需要使用的画线功能之后 再按下Enter 例如点选趋势线当中的直线 再选取定点画线 选取好点位后 按下Enter键 让十字游标变成绿色后 再选取下个点位 再按入Enter 即可完成画线作业 如果想要删除 再以右框进入选单功能 再选取删除 选取删除后 让线图变成绿色 按Delete 即可删除 如果设定多条 可选取左右方向键 选取好预删除的线图之后 再按一次Enter键 即可将线图删除 如果想要进行特殊事件的中文注记 例如10月30 即31 美国股市 因台风连续修饰两天 此时可将十字查价限 一致想要注记的地方 按下Ctrl Auto 加C 即可输入中英文注记 最多可输入20个字 输入完成后 按下确定 即可显示 平日设定好趋势线后 无法一直盯着所有划线的个股 来查看其K线是否已经突破 或是跌破趋势线 空天雷即提供了此趋势线的警示功能 我们可以在趋势线绘制完成后 按下右括号 以左右键显示绿色线型 来选取所需要警示的线 按下Enter键 在选取突破或是跌破警示后 线型将变为黄色 即代表警示功能已开启 在之后当线图有达到警示条件时 即会出现警示提示视窗通知您 另外您也可以在波段区间 开始日期的地方 按下Ctrl加F3 再移至波段区间的结束日期后 按下Enter 即可查看此区间内的个股 以及大盘涨跌 涨跌幅等资讯 提供您作为个股与大盘比较 还有三大法人买卖超 资券区间统计等 可以来计算区间筹码 如果想要比较不同的个股 如果想要比较不同的个股走势 您也可以使用多股同列功能 请先将画面 请先将画面 按S加Insert 切换成单二画面 切换成单二画面 加权比较 选取好加权之后 按下Enter键选单推出后 左方会出现灰色框架内容 即为选取商品 如果要切换指标 如果要切换指标 可再按下Enter的选单 选取指标名称即可 画面下 如预调整框架显示比例 可按Auto加I 即可切换成同比例显示 当设定好自己常用的指标画面后 可按Auto加L按键 选择预设定制设群组1到9组 将画面储存下来 下次想要再切换到此画面时 即可再使用此功能 或者是利用快速键Ctrl加1到Ctrl加9 选择1到9组已经储存之画面设定 如果想要取消时 可再输入一次Auto加I 取消多谷同列功能 请按Auto加H 如果想要切换至国际商品 可再技术分析 按下Ctrl加R 进入选单 再利用Tab键 切换 切换商品类别之后 再选取所需要的商品即可 例如想要查看道琼指数 进入 点选Enter键后 即可看到道琼指数的技术分析 开心 开心